第一季动漫结局说到 阿斯塔在纳哈特的指引下 和亦父亦母的兄弟 利贝打成了契约 完成了从谋仪式 现在就要开始真正的修行了 纳哈特副团长与四恶魔之一同化 切换到了卡尼斯模式 他告诉阿斯塔 想要变强就必须与利贝同化 并发挥出百分百的反魔法之力才行 花音刚落 他脚下的影子冒出滋滋声 并抽出无数黑条 阿斯塔发现自己脚下的影子里 有个像尾巴一样的东西 还没等他想明白这是什么 他和利贝就被数条影子触手附住 两人来不及反应 片刻就被黑影完全包裹 阿斯塔打开魔导书 抽出巨剑劈开了黑影 此时他已经变成了恶魔形态 然而利贝却不见了 正想让纳哈特说过明白 却听到一个吵闹着急的声音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阿斯塔扭头看去 利贝竟然就在自己的旁边 而且还只有巴掌大小 小利贝猜想 只要把力量传给阿斯塔 自己会变成这样 纳哈特却补充说 在从魔契约中 主导权完全在驱使方 也就是人类这边 所以他才能轻松地实现恶魔童话 但阿斯塔现在的状态 并不是恶魔童话 仅仅只是恶魔之力 被传输到了身上而已 阿斯塔记得利贝也说过这种话 他盲问利贝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使用他的真正力量 利贝也是头一回签订契约 一问三不知 他表示 自己只是想要得到阿斯塔的身体而已 这是他第一次跑出来战斗 而且还被阿斯塔赢了 阿斯塔立即吵嚷起来 啊 你这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回你还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利贝也很烦躁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你 跌极了个莫名其妙的契约 你给我想办法搞定 见阿斯塔和利贝两人在旁边吵嚷 那哈特叹了口气 果然只能在战斗中慢慢摸索了 想把他脚下的黑影开始扩大 并逐渐有了形态 四面八方朝阿斯塔和利贝追过去 他可以通过恶魔童话 将各个恶魔的特性赋予影魔法 蜂拥而出的影子兵团 正是吉德莫罗的其中一个特性 群体 黑影兵各个的张牙舞爪 咆哮着朝阿斯塔围过去 阿斯塔注意到脚下有脚探出 连忙起跳 躲过了其自下往上的攻击 但长脚黑影在一刹那来到他的身后 阿斯塔虽然发现了他的气息 但反应速度跟不上其攻击速度 没法立即躲开 好在 他用剑挡下了黑影的第一道攻击 然而 黑影不折不挠 接二连三挥动力爪 朝阿斯塔扑过来 这些黑影就像是无情的战斗机器 蜂拥而起 不知疲倦地接下阿斯塔的一刀刀斩机 阿斯塔能感觉到 这些家伙 每一个都有跟纳哈特副团长一样的气 而且个个都伸手了得 更要命的是 他们似乎永远斩不断 无法消灭 纳哈特在一旁提醒道 只要我本人没有被打倒 影子就不会消失 黑影的气和纳哈特一样 所以当纳哈特与其混杂在一起时 根本无法分辨出他的位置 全都乱成了一团 阿斯塔能做的就是 接下黑影兵团的攻击 并逐渐让自己跟上战斗节奏 阿斯塔想到 纳哈特副团长 似乎是跟四个恶魔签订了契约 也就是说 他也跨过了与之相应的生死难关 签订了契约以后 就有了比之前更强的联系 应该能发挥出更强的力量才对 可现在还在被一群影子压着打 到底是副团长太强了 还是自己的恶魔之力太弱了 纳哈特告诉阿斯塔 你和恶魔缔结了平等的契约 而无法驱使恶魔的你 当然不可能轻易的使出 他百分百的力量 你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说到这儿 有一个猜想 签订从属契约的人 可以利用的恶魔的百分百力量 是否就是签订契约时的 恶魔的极限力量呢 那像立一辈这样签订 平等契约的恶魔 还没有达到所谓的百分百 是否就说明 他有无限可能呢 你试着用那份力量 来战胜我看看吧 阿斯塔果断硬下 随后从书中抽出 叶剑团长太刀 我现在就要在此超越极限 阿斯塔的热血 让纳哈特眉头一皱 随后他的表现更让人吃惊 原本无法斩销的恶魔 居然被太刀划出了伤口 纳哈特自然也注意到了 这把刀的奇异之处 阿斯塔举起剑刃 这是他的新武器 斩魔 意气风发的他 砍伤了更多黑影钉 还一如既往咆哮道 我们一起去接夜剑团长吧 我现在就要在此超越极限 纳哈特神情一领 我果然讨厌那句话 不过不得不感叹 不愧是夜剑团长十年分期的好刀 用起来又趁手又等下 只不过不知道这剩下的贷款 是阿斯塔还呢 还是等夜剑团长回来还呢 这无疑让穷的 只剩兜当部的团长 生活雪上加霜 在阿斯塔修行的时候 尤诺也没闲着 现在他的目标 不仅是超越阿斯塔成为魔法帝 还有救回敬爱的凡金斯团长 对于凡金斯团长被掳走这事 他一直非常自责 要是自己再强一点 保护好团长和所有团员 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 就在他汗如雨下艰苦修行的时候 他注意到兰吉尔斯 其实一直在身后观察自己 虽然是前副团长 但此刻两人的目标是一样的 兰吉尔斯提议自己来当陪练 离开金色黎明的这段时间 他也在努力修行 现在正好可以和尤诺切磋 一起变得更强 他注意到 原本吵吵闹闹的风精灵一直没有出现 便问尤诺他去哪了 尤诺说 贝尔现在不会从魔岛树里出来了 而且他已经想到打倒泽农的办法了 只是还无法确定计划的实际效果 原本尤诺想凭自己的努力解决 但这毕竟是整个金色黎明团的问题 兰吉尔斯作为议员 确实应当处以奋力 所以他接受了兰吉尔斯的提议 阿斯塔和利贝这边 由于没有摸索出正确使用恶魔之力的方法 所以两人打得非常吃力 几个回合后就累趴下了 两人被揍得鼻青脸肿 一直呼吱呼吱的喘着粗气 又是你们输了 此时 优贤淡然纳哈特和他们的疲惫 形成了鲜明对比 阿斯塔气喘吁吁说 纳哈特副团长真的超强啊 不管挑战几次都完全看不到胜算 不仅如此 恐怕他还没有动真格吧 这就是恶魔童话的力量吗 想到这儿 阿斯塔很苦恼 为什么自己和利贝怎么都使不出来呢 明明黑化的时候 我所受的伤也会同步施加给利贝 伤害都跟上了 输出怎么没有跟上呢 阿斯塔和利贝正要死不活地躺着 纳哈特端来一篮子食物 他们闻到香味 阿斯塔感觉伤势和体力都在恢复 十分惊讶 问纳哈特 这是不是黑桃王国抵抗势力的人 用魔法做的典型 还说等下次见面的时候 要好好谢谢他们 吃着吃着 阿斯塔忽然惊叫一声 吃了甜时候 他有灵感了 他教主正在舔手指的利贝 让他配合一下自己 利贝有种不祥愈感 每到这种时候 阿斯塔都会有一成的概率 抽中非常了不得的正确答案 但还有九成 就是各种各样的意外 而这次就是其中一次意外 阿斯塔让利贝坐在自己肩上 和他一起双手举高高 利贝感觉自己这样好像有点太傻了 立马骂道 你这混蛋 现在可不是瞎胡闹的时候 阿斯塔认真的说 我才没有瞎胡闹 用这种状态的战斗 不是让我们更加神仙合一了吗 利贝继续骂道 要是靠这样就能合而为一 也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吧 就成笨蛋 阿斯塔放下利贝 和他继续争论 都说让你骑在上面了 就别抱怨了 纳哈特看着朝阳的两兄弟 想到了自己和弟弟的对话 他问弟弟 你一直这样做好孩子 不会觉得累吗 弟弟笑呵呵说 可可你才是 一直这么自由自在 不会累吗 笨蛋 自由自在怎么会累啊 回忆让纳哈特的神情 愈发清冷 他朝阿斯塔两人走去 差不多到集合的时间了 阿斯塔大惊失色 两天就这么结束了吗 之前没有发现 纳哈特无视他的咆哮 冷冷的说 反正都不行 你们不如就死在这吧 说完 锁链清脆的敲击声响起 他的影子里又爬出来一群黑影 阿斯塔目光如炬 李贝 纳哈特副短长 似乎从不开玩笑 也就是说 他现在是认真的 不正面防御 可能真的要在这里结束了 纳哈特脚下的黑影范围越来越大 他整个人都被一片漆黑包裹了起来 魔力领域 暗域的狩猎者 阿斯塔看着眼前黑漆漆的一片 不然 屏障一般的黑幕中 射出了两道锋利的魔法 阿斯塔凭借这两天的修行 连强躲过一击 他尽可能捕捉纳哈特的气 但就在那道攻击后 纳哈特的气消失了 他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气息 也就无法预知 下次攻击会出现在哪里 更无法避开攻击 纳哈特的声音在阿斯塔耳畔环绕 明明你是有可能性的 真是太遗憾了 阿斯塔的速度 远不及纳哈特的攻击速度 他接下一击魔爪 随后 身后又中了一击 阿斯塔强忍着肉体的疼痛 他知道 此时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 在什么都感觉不到的黑暗中 悄然接近死亡 这无疑是真正的恐怖 可都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 还是无法恶魔童话吗 丽贝也很疑惑 自己和阿斯塔 想要获得力量的心情 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 阿斯塔脑海中 反复想着要救出夜间团长 丽贝也不停坚定自己的决心 要给李奇塔报仇 我绝不能死 而且 我也不会让这家伙死 在这一刻 两人的身体 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阿斯塔和丽贝的光亮 在一片漆黑中 显得格外耀艳 那哈特痴痴地 瞪着眼前的一幕 成功了吗